台长,你好,今天我要帮一个同修问一下,他是六八年生的,他属猴子的女的,他鲁西岸得了癌症,想请台长看一看。 六八年属什么? 属猴子的。 太厉害了,太能干了,对的对的,他很能,太厉害了,有一点的。 太厉害了,不是一点点了。 是的,是的,是的,他很凶的。 凶的不得了,他过去把人家甩过,男朋友甩掉好几个了,没什么好处的,现在生这种妇科病都是那种业障,听不懂啊? 哦,知道了。 我告诉你,叫他好好念礼佛吧? 好的,他那个,小孩要念多少呢? 他要拿掉了,他鲁房要拿掉了。 哦。 医生,医生不会帮他保留住的,没有用的。 哦,医生是想让他动手术的。 啊,一定的。 我告诉你,你,我问你,你现在知道了吗?在凶呀? 啊? 对,他是,他是很厉害的。 在去凶呀,有什么用啊?你告诉我。 你说一个人凶了,我也。 你说一个人凶了,有什么用啊? 凶了最后生癌症,就这么简单。 谁凶,谁生癌症。 癌症也是凶的,饿的。 他专门找凶的人往他身上跑。 所以,善良的人就不会生癌症。 饿的人就容易生癌症。 这个道理还不懂啊? 是的,是的。 是的,是的。 好了。 师父,请问他要放生放多少呢? 他已经放了不少了现在,已经放了很多条了。 没有用的,叫他要念礼佛,彻底念礼佛。 礼佛每天念我便是吧? 对,而且要自己,要自己要开始许愿吃全素。 他已经许愿了。 师父,我想问问他呀,就是医生说化疗的时候,让他一个礼拜之后吃一天要昏的,那怎么办? 去问营养师。 叫他去找营养师,营养师会告诉他的。 哦,他是如果说他话? 完全有素的营养可以弥补,荤的营养不足的。 哦,那有什么东西呢? 还是问营养师是吧,师父? 你叫他去问营养师,也是医生,很像会告诉他的,没有问题的。 好,那他不能吃,吃回去会扩散的。 哦,好的。